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聊聊有关新冠肺炎相关的题目 因为拜登下达一个行政命令 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在90天之内 要把这个新冠肺炎的源头做出一个调查报告 那么8月24号就是这个90天的最后限期 所以这两天有很多相关的 关于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的一些调查 那么今天看到了一家媒体有这样的报道 说美国情报机构拦截了武汉病毒实验室的基因数据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病毒是由中国制造的 因为这些数据有大量的信息 那么现在美国情报部门正在通过国家实验室 把这些数据转化为可用的信息 不过呢遇到了困难 这个困难就是这些信息 这些资料是由中文写成的 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个情报部门急需 懂中文的生物科学家作为一个翻译 这条新闻是真的吗 我个人觉得它99%以上 这又是一条假新闻 虽然这个新闻说是来自CNN独家报道 但是我们知道CNN平常也会经常报道一些假新闻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新闻是假的呢 首先我们说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的调查是拜登上任之后才做出的 而这个新冠肺炎影响全球啊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么如果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真是由某个机构 某个国家人为制造出来的 其实这个时间已经足够把这些所有的痕迹全部抹干净了 等到拜登下达行政命令的时候 虽然给了90天的限期 但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加上美国的国家实验室的这个超级电脑能够找到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的相关证据吗 首先这是个非常大的疑问 那么现在这篇报道说 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拦截到了武汉病毒实验室的一些数据 那么我们刚讲了这个时间足够武汉病毒实验室 如果真是有人为制造病毒的话 早就把相关的数据给抹干净了 那么现在美国情报部门从哪里拦截的数据呢 之前美国的情报总监确实说过 因为有了拜登的行政命令 所以他们可以通过过去所截获到的一些信息 回头去翻一翻 看看这些信息当中有没有一些可用的 或者有没有一些能够找到确凿证据的 首先美国情报部门对这个做法能找到证据就已经没有什么把握了 你说现在才拦截到的数据能够证明中国制造了新冠肺炎病毒 首先这一条我觉得十分可疑 那么再有呢 就是它里面最大的漏洞就是 如果拦截到这些信息 居然美国缺乏中文翻译 为什么美国缺乏中文翻译 没有办法把这个所谓的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数据翻译成英文呢 这篇报道说啊 因为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词汇都是专业词汇 如果你学过英语 我想大部分学过英语 一定会知道很多人在学英语说有两个范畴 一个是生活用语 一个是专业用语 所谓的专业用语是一些特殊领域的一些科技领域里面 有些名词是专用的 一般在生活当中是用不到的 所以当要把英文资料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如果你找一个人他讲英语非常流利 他日常写信啊 甚至写小说啊 写什么推文啊 都没问题的人 他未必能够帮你翻译 因为当中有很多专业的这个词语 反过来说 有没有一些中文的专业词语 是英文单词当中找不到的呢 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小 首先我们说自然科学是发源于西方 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面 大部分是向西方学习的 是把过去英文当中的一些特殊的单词翻译成中文 而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 虽然这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中国在基础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是很小的 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 为什么中国很难获得什么诺贝尔化学奖 医学奖 物理奖 因为在自然科学领域当中 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非常薄弱 那么所以这就不存在有什么中文的特殊的用词 是英文当中找不到的 必须找一个懂中文的生物学家才能翻译 所以这篇报道我个人觉得肯定是个假新闻 但是虽然说这篇报道是个假新闻 这不代表美国政府现在正在努力的 要把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调查出来 除了我们刚讲的拜登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 要美国情报部门调查之外 最近川普也在公开演讲当中 也提到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 我们知道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 调查矛头指向中国 不是拜登发明的 川普政府就已经这样做了 那么所以现在川普政府看到拜登 在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进行调查的时候 川普基本上在演讲当中 他很确定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 就是来自于中国 那么川普为什么这么肯定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是来自于中国 甚至直接说就是武汉病毒实验室 人为制造出来的呢 是不是川普手上真是有什么确凿证据呢 其实并不是我们知道现在川普讲话 就是我们过去说这个拜登一样 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在政坛上啊 基本上有这样一个规律 执政党在做 在野党在批评 在评论 川普现在变成了在野党 所以川普对拜登所做的一切 都可以随口的评论 可以随便的批评 那么所以在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调查方面 川普肯定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证明这个病毒是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 但是这不影响川普给拜登施加压力啊 所以川普说啊 这个病毒肯定是来自中国 所以拜登政府现在应该联合盟国 一起向中国提出一个索赔的清单 美国要求中国赔多少呢 川普开了个价 十万亿美元 就是我们说的十兆美元 如果川普这个计划真是成功的话 我想最开心的应该是拜登了 拜登上台之后 我们说他搞了很多个什么重大开支的法案 加起来啊 根据计算大概有十二兆 就是拜登现在上台半年 他就准备要花十二兆美元 那么如果中国真是能够赔十兆美元 给美国政府的话 那么我想啊 这不是解决了川普的问题 是为拜登解决了问题 当然川普知道中国政府 不可能赔十兆给这个美国政府 那么所以呢 现在川普摆出一副 站着说话不要疼的样子 就这个建议拜登说 你如果对中国强硬的话 你如果确实想让这个美国的损失 受到补偿的话 你应该联合盟国 向中国提出一个赔偿的清单 美国要十兆美元 中国不给怎么办 那么这个答案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 过去在媒体上 在这个政坛当中 也很多人讲到 那就把美国欠中国的国债 全部给扣下来 拜登怎么看川普这个建议呢 因为记者看到了 川普在演讲当中 一而再再而三 讲到这个找中国赔偿 于是在白宫的记者会 就有人问这个白宫的发言人 萨奇说 拜登政府对川普这个建议怎么样 萨奇讲的很简单 说拜登总统不支持川普这个说法 那么但是媒体还在穷追猛打的 试图问说 那拜登准备怎么样找中国赔偿呢 萨奇基本上连回答这个问题的意愿都没有 直接问这个记者 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萨奇这个回答问题的态度 告诉我们说 拜登政府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调查的源头 以及对中国要赔偿 这个美国在疫情当中的损失 是个什么态度 首先我个人判断 拜登政府对找出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的信心 可以说几乎是零 因为拜登也知道要找到这个证据是不容易的 找到证据之后 要别人相信更加不容易 那么如果这个证据很难找到的话 那就更加不要提说要找中国赔偿这回事了 那么如果我判断说 拜登政府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调查源头 能够找到确凿证据 没有什么信心 那么现在这个调查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我说我看了这么多的媒体的报道 我特别关注这个话题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美国的情报部门 或者美国的情报总监 对这个调查的进度讲过半句话 所以媒体的报道 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所谓的CNN的报道 我认为都是空穴来风 都是捏造出来的 因为美国情报部门调查这个这么严肃的话题 他不可能在调查过程当中 还没有这个结论的时候 还没有形成报告的时候 就向媒体吹风 所以往善良理解 就是有些媒体在议测 那么如果是用这个阴谋论理解的话 有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在这个时候故意放出一种风声 那么现在这个调查这个进度 应该说除了我们之前讲过的 美国国会共和党的 这个在情报委员会里面的众议员 提出了一个报告之外 美国情报部门没有任何信息 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信息呢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 讲到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是来自于中国这个说法 各路人马或者说各路媒体 一直都想找出一个确凿的证据 而媒体确实曾经报道过 关于这个病毒源头 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 找到了确凿证据 那么是什么样的信息 让大家觉得找到确凿证据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聊有关 这个所谓的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的调查 那么上一节我们讲 其实一直以来 有关这个病毒源头 来自于中国的武汉病毒实验室 有很多很多的说法 那么也有无数次 很多媒体说 终于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我想大家印象比较深的 可能是有一位叫闫梦立 还是闫立梦的学者 跑到了美国来寻求庇护 那么这个姓闫的这位学者 说他手上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 是有人工制造的可能性 并且来自中国 或者是说来自武汉病毒实验室 其实这位闫立梦的说法 是不是找到确凿证据呢 我觉得很难让人相信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工作的地方 我没记错的话 是应该在香港大学的 一个实验室 只不过他来美国 向媒体披露的相关的信息 或者他所了解的 所谓的内幕 就是他的一个 好像实验室的负责人 跟他讲过 要对这个事情封口 你充其量说 这个病毒实验室的负责人 或者这个闫立梦本人 他对这个病毒的来源有怀疑 而他的上司告诉他 不要讨论 不要透露任何信息 如此而已 那么他们是不是 直接掌握了病毒源头 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呢 那么很明显不是 那么后来又传说 中国的国安部部长 董经纬叛逃到美国 手上也掌握了证据 我们且不说董经纬 是不是叛逃来美国 作为一个国安部的副部长 在病毒学方面 他肯定是个外行 那么他手上有什么资料 能够证明这个病毒 是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呢 除非他在国安部 是分管这个领域的 不然的话 他很难有这些证据 那后来好像也证明 这个董经纬并没有来到美国 那么再有呢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里边共和党人出了个报告 这个报告说 通过这个卫星图像显示 在某年某月某日那一段时间 武汉病毒实验室 有大量的人求医 这算一个确凿证据吧 当时休节个人就判断 说你充其量说 那个时候武汉病毒实验室 很多人看病 那么有没有可能发生 一起这个集体的食物中毒呢 你是不是很多人看病 就证明这个病毒实验室 确实在那个时候 就泄露了病毒呢 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所以啊 很多次说有证据 但最终都没有办法 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了 其实美国政府 或者美国情报部门手上 确实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 如果有的话 就不需要有这么多传说了 那么好了 如果我们认知到 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情报部门 确实没有很多确凿证据 证明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 制造了这个新冠病毒 并且因为不慎或者因为故意 把这个病毒泄露出来 造成了现在影响全世界的 这个这么严重的疫情的话 那么拜登 为什么还要签署一个行政命令 在90天之内 一定要把这个病毒源头 给查清楚呢 那么这个调查病毒源头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意义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说 美国政府如果真是查到 这个病毒的源头 是来自中国的话 美国有没有可能 把中国在美国的国债 全部扣下来 作为一种这个赔偿呢 其实即使是证明了病毒 来自于武汉病毒实验室 美国政府也不会把 中国的国债全部扣下来 美国的国债 中国政府购买美国的国债 这并不是单纯一个美国的权力 或者中国的义务的问题 这关键是美国的国债 它是一个国际金融产品 如果你两国之间的外交冲突 或者是突发事件的冲突 你拿这个金融产品 来作为武器的话 这会令到美国国债 这个金融产品 今后在国际市场上 失去它应有的这个商业信誉 这对美国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所以美国要调查 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的意义 绝不在于说 要中国赔偿10兆或者4兆美元 那么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说穿了 美国政府试图通过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调查 这件事情来给中国施加压力 让中国做出某些改变 那么会不会做出某些赔偿呢 会 但是这个赔偿不会是真金白银的 很可能是通过 对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的改变 让美国获得利益 那么以达到赔偿的目的 如果美国调查 新冠肺炎病毒的来源 真是来自于中国 真是来自于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 并且是因为人为的改变了 这个病毒的基因 所以导致了 现在我们面临这么严重的疫情的话 美国会对中国动武吗 我觉得这个百分之一百的不可能 其实我们纵观美中两国交往的历史 自从美中两国在大清朝 建立了外交关系 或者发生了外交关系以来 其实美国一直没有想过 要跟中国正面冲突 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 在这个二战结束以后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美国就从来没有想过正面的 全面的跟中国发生战争 如果韩战的时候 美国政府真是听取了智库的研究报告 中国会出兵朝鲜的话 恐怕麦克阿瑟的军队就不会打到鸭鲁江了 正是因为美国政府相信中国不可能出兵 所以麦克阿瑟才把他的军队打到了鸭鲁江 最终造成了中国出兵朝鲜 那么包括两岸的冲突 后来发生了什么823炮战等等 如果美国想跟中国直接发生武装冲突的话 早就做了 当时823炮战发生之后 美国把大量的重型武器调到了台湾 包括据说有核武器 那么为什么美国此时没有动用呢 其实美国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不跟中国发生一个正面的武装冲突 那么既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是以这个为底线的话 那么即使是查出新冠肺炎病毒源头在中国 美国会和中国动武吗 肯定不会 那么如果美国不想跟中国动武 但是要拼命查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的话 那么它的意义在哪里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 这是美国政府试图迫使中国做出改变的一个计划 我们知道改变中国 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美利坚合中国政府对中国的一个最基本的外交政策 过去中国经常指责美国 想对中国实行这个和平演变的方式 什么叫和平演变 就是通过这个意识形态的渗透 让中国慢慢觉得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价值是不符合未来的发展的 要把自己的价值观 要把自己的社会制度 慢慢转向西方的民主制度 这就是所谓的和平演变 美国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不遗余力的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 当时美国人有个非常天真的想法 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会令到中国产生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而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会达到美国和平演变的手段 过去是意识形态的渗透 现在直接拿金钱渗透 用改变这个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让大家过上富裕的生活 让大家感受到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 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 是可以令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从社会主义改变成资本主义呢 这是过去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幻想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 加入WTO之后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号的经济强国之后 似乎中国的想法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发生改变 而是中国觉得我要用我的社会制度 用我的价值观打败美国 让我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这才令到美国政府如梦方醒 才发现中国并不会像他们所想象那样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在川普的这个任期 美中两国外交关系会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既然和平演变 经济渗透都达不到目的 所以现在美国要对中国采取一个极限战略 想试图用各种压力迫使中国改变 贸易战其实就是第一枪 如果贸易战打响了 令到中国在美中贸易战过程当中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失 中国的经济出现大面积的下滑 那么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改变呢 这是美国试图达到的目的 但是川普的关税 川普的贸易战确实给中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但是好像并没有达到川普的目的 中国现在态度越来越强硬 不但没有屈服还越来越强硬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中国改变呢 所以不断的增加各种压力 这才是能够令到中国改变的一种可能性 这也是拜登上台之后 为什么他的对华政策比川普好像更加强硬 而更加强硬同时呢 拜登又不断的释放一点信息 想告诉中国 如果你改变了 其实我会给你很多好处 包括前部有耶伦说 中国货品进口到美国增加了这么高的关税 其实伤害到美国的消费者 其实就想释放一种信息 你改变了 我就对你有好处 这两天大家还有看到 耶伦或者是美国政府的贸易方面的高官 有讲过类似的话吗 因为美国政府讲完这些信息之后 中国政府根本无动于衷 对于美国减不减免中国的关税 似乎中国的注意力并不在这里 那么中国的注意力在哪里呢 我们休息一下 后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坡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有关新冠肺炎的话题 美国调查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 那么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拜登政府现在所做的一切 想用压力迫使中国做出改变 让中国做出改变是美国历届政府的目的 只不过手段不一样 过去是和平演变 后来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希望通过发展经济 让中国慢慢转向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要适合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或者是社会制度 但是这些目的通通都没有达到 那么所以从川普开始 美国政府开始用压力的手段 试图迫使中国政府改变 川普给中国的货品增加关税 阻止中国的货品进口到美国 就是想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上 出现重大的负面因素 从而迫使中国改变 那么川普没有达到目的 拜登上台了 拜登继续对中国 实行了非常强硬的政策 那么拜登在欧洲 在东南亚 在东亚都组成了不同的同盟 我们熟知的美日印澳 还有北约 欧盟 站在美国的一方 抗中问题上 好像都表了态 都跟美国达成一个同盟 按拜登想来 在这种情况下 你看我有美日印澳 东亚同盟 然后东南亚也开始慢慢向我靠拢了 然后北约跟欧盟 也在抗中问题上跟我越来越一致 虽然德国 法国有时候还会摇摆 但是毕竟把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 新疆的人权问题 通通都作为向中国施压的一个手段 拜登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应该很害怕了吧 那么如果你害怕的话 那我就告诉你 你应该有条出路 所以我们看到 耶伦前不久 在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税上 讲了很多软话 本来拜登以为中国害怕了 然后听到美国指出一条光明大道 中国应该往这条路上走 谁知道中国根本就没有理拜登 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 做出任何回应 在中国看来 你减关税 本来就是应该做的 你不要把它作为一种 跟我交换的条件 因为中国政府的注意力 完全不在这里 那么注意力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那几条红线 但是拜登一方面 在这个经贸问题上 向中国摇了摇橄榄枝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在红线上不断的踩 所以最近美中两国 在红线问题上 又有很多这个冲突 比如说台湾问题 拜登政府又向台湾出售了 价值7.5亿的武器 据说这7.5亿的武器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一种自走火炮 那么自走火炮 应该在现代战争当中 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武器 但是据说这次出售 给台湾的自走火炮 有很大的特点 说一门火炮 就可以等于这个十几门火炮的威力 那么而更重要的是 以后这种火炮 再配上美国的先进炮弹 等于可以用自走火炮打导弹 这个传说到底是真是假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看过 这种自走火炮的相关的数据 但是最起码 这种自走火炮 是目前美国陆军最先进的火炮 这一点肯定是无疑的 而这种自走火炮 卖给台湾之后呢 主要的战略目的是什么呢 就在压制未来如果台海之间发生武统战争的时候 中国军队登陆台湾的时候 在这个摊头阵地上的这个争夺的时候 据说这种自走火炮能够发挥非常大的威力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无疑是在帮助台湾防卫 帮助台湾防卫 无疑是阻止中国要对台湾进行这个武力统一 那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又狠狠的踩了一脚中国的红线 中国的注意力其实是在这红线方面 包括这个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本来在美中之间似乎并不重要 香港问题其实讲的比较多的是英国跟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但是现在在香港问题上 美国成为跟中国发生最大矛盾的国家 英国反而变成了一个跟随美国政策的国家 最近美国国务院针对在美国的香港居民提出了一个避风港计划 什么叫避风港计划呢 就是如果你是香港的居民 你通过签证 比如说旅游啊 观光啊 留学签证来到美国 那么如果签证到期呢 你理应应该离开美国回到香港去 现在美国政府允许这些香港人不用回到原居地 可以继续留在美国 这个避风港计划已经实施了一个阶段了 现在美国国务院呢 提出这个避风港计划 这个限期再往后延18个月 就是在一年半之内 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在美国的香港居民 可以不用回到香港 并且呢 因为有这个避风港计划 滞留在美国的香港居民 可以在美国就业 这就等同于给这些香港居民提供了一个庇护身份 18个月之后 我相信这个政策还会延期 除非香港的这个社会局势有了彻底的变化 美国这个做法当然引起了中国政府强烈的不满 最近东盟举行了一个所谓的外长的峰会 在这个东盟的外长峰会上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中国外长王毅都参加了这个峰会 并且两个人都在峰会上发言 那么布林肯发言当然就讲到了这个香港问题 新疆问题 西藏问题 还有这个种族灭绝问题等等 那么布林肯说美国十分关注这些人权问题 但是呢 王毅在发言的时候啊 就跟这个布林肯针锋相对 他说啊美国等个别国家要利用这个多边平台 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进行攻击抹黑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造谣 你们现在要表达对香港问题关切 关切什么呢 难道美国想让香港回到动荡的这个局面吗 想让港独势力再次上街吗 王毅告诉这个布林肯说 我明确的告诉你们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不可能再有那一天 王毅这番讲话 可以说是我所看到 王毅针对美国外交官员讲话最强硬的一次 包括在这个阿拉斯加也没有这么强硬 王毅直接说美国造谣抹黑干涉中国内政 让美国死了心 香港的港独势力再也不会上街了 香港的港独势力会不会上街 我不知道 但是王毅这次明确告诉美国死了这条心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后中国对香港的政策还会继续强硬高压 不会因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 中国会做出任何改变 这就是我们讲到美中关系的时候 我经常讲一个观点说 美中之间目前 双方在外交关系上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这种对立将会不断的激化下去 就是因为美国试图用压力让中国改变 而中国不但子不理会美国的压力 并且还做出了更加强硬的措施 朝着美国意愿的相反方向去发展 中国政府这种外交态度 肯定会令到拜登有关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的调查 变成了一种骑虎难下 如果说美国的情报部门通过90天的调查 向拜登政府提出报告说 新冠肺炎病毒源头跟中国无关 是来自于某种动物的中介所发展过来的 那么这等于美国帮中国洗清了新冠肺炎的责任 拜登会这样做吗 拜登肯定不会这样做 因为拜登这种做法 他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也不符合美国利益集团的利益 也让美国在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的话题上 一无所得 所以我相信8月24号到期 美国情报部门所做出的调查报告 肯定不会说中国政府跟新冠肺炎病毒源头 没有关系 新冠肺炎病毒源头不在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那么美国政府可以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如果美国政府说 对这个病毒源头就在武汉的病毒实验室 这种效果会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跟今天的局面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美国政府做出新冠肺炎病毒的源头 在中国这个结论之后 原来相信的人会更加相信 原来不相信的人可能依然不相信 比如说美国的盟国可能会更加相信 因为美国这个新冠肺炎病毒这个源头调查 肯定会跟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配合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五眼联盟 肯定有跟美国的情报部门配合 那么如果是其他盟国配合美国做这个调查的话 而美国又做出了一个肯定的结论 这个病毒源头跟中国有关 当然这些国家就会更加相信这个论点 但是如果站在中国的一方 比如说俄罗斯 北朝鲜 伊朗这些国家 会不会相信美国调查报告呢 肯定不会 那么所以美国的这个调查报告啊 以各国政府来说 肯定是有不同的立场 站在不同的这个观点上 但是在民间 美国这个调查报告 有可能令到原来相信的人更加相信 原来不太相信的民众呢 可能会产生怀疑态度 我想这就是拜登这个调查报告 能达到的最高目标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有关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的调查 那么这个调查 其实作为美国政府来说 很难说用这个调查 能够令中国政府屈服 向美国做出一些改变 但是呢 如果美国这个调查报告 能够令到一些普通民众 本来怀疑的 现在开始相信这个病毒源头 来自中国 那么这对美国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正面的结果 那么至于这个调查报告 出来之后 会是一个什么样结论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 期待这个报告的出现 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 一起来评论 但是讲到这个新冠肺炎 我们话题又要讲到 最近的所谓的出现的 变种病毒对我们的影响 现在因为新冠肺炎 出现了变种病毒 特别是那个被称之为 Delta的病毒 现在好像对全球 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首先我们说 Delta这个名字 跟美国的航空公司的名字 完全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的话 我看就会引起轩然大波了 Delta好像提出了一些意义说 为什么会叫Delta 但是这个病毒 这个变种病毒 依然叫Delta Delta还继续在运作 好像也没有听说破产 这个Delta的病毒 特点在哪里呢 据说它的传播力非常高 可以一传九 一般传染病啊 如果一传三 就已经是一个 非常厉害传染病了 更不要说一传五了 那么现在这个Delta 据说是一传九 所以现在中国又出现了疫情 据说31个省啊 又采取了这个封闭的措施 就是因为Delta 在中国境内出现了 Delta无疑是一个 传播力非常强的一个病毒 但是它是不是一个 伤害力非常强的病毒呢 好像目前看到的数据啊 并不一定是这样 它传播力非常强 但是因为很多人 已经打过疫苗了 哪怕这个变种病毒 突破了这个疫苗的防御 让打完疫苗的人感染了 那么基本上也是轻症 最具体的例子 就是美国国会参议院 共和党的资深的议员 格雷汉姆 格雷汉姆就是打了两剂疫苗 但是呢 他宣布自己感染了 这个Delta病毒 格雷汉姆说啊 他现在是轻症 他如果没有打这个疫苗的话 事情恐怕就很严重了 那么现在在美国争论的 最多的话题就是 美国到底有多少人 不愿意打疫苗 以及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打疫苗 现在拜登政府终于达成了 他想在7月份达成的目标 就是70%的美国人 已经注射了最起码一针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疫苗 但是呢 接下来这个注射疫苗的 这个普及率啊 上升的速度可能会更加缓慢 因为在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 不愿意打疫苗 很多人都把这些 不愿意打疫苗的人 称之为无知啊 什么川普的支持者啊 川普的粉丝啊 什么反科学啊 我觉得如果我们只是 把不打疫苗的人 一概把它称之为反科学 或者无知 甚至因为是相信了川普 所以才不打疫苗 我觉得这是非常片面的 我所认识的人当中 有人不打疫苗 并且这些人本身就是医生 那么我也很认识的 跟他们讨论过 为什么你们不打疫苗呢 他们讲出很多很多的理论 但是我们知道 医生讲出来 跟这个医学相关的理论 也未必是真理 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基本上很多人不打疫苗 他的理由就是 这个疫苗对人体 所造成的副作用 现在还不太确定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应该客观的说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疫苗 刚刚问世不久 过去大家还记得 我们讲到疫苗研发的时候 过去传统的疫苗研发 需要几年的时间 只不过川普当年 推出了这个神术行动 川普说 我认为在这个半年之内 就可以有这个疫苗 当时也被批评为反制不可学 那后来确实 也就大概七个月 新冠肺炎的疫苗就面世了 这是不是说明 川普有这个神预测呢 其实并不是 现在这个疫苗研发的这个方式 跟过去有非常大的区别 但是我们更加应该看到是 这次我们施打这个疫苗 是被美国的FDA 作为一个临时紧急的许可 换句话来说 这个疫苗 如果按照原有的这个程序走的话 没有这么快 能够让大家能够打上疫苗 那么这个疫苗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所以美国的相关部门 对它做一个临时紧急的授权 那么换句话来说 这个疫苗今后 还会进行更广泛的临床试验 还会有更多 我们不知道的问题要回答 比如说这个疫苗注射之后 它的有效期是多长呢 如果你看媒体的报道 你肯定会觉得非常迷惑 有些媒体报道说 那个某某某打完疫苗 之后三个月 它体内的抗体就下降了70% 那么也有媒体报道说 哎呀好消息 现在这个什么某某疫苗注射之后呢 现在科学家推测 它可以有终身的保护 那到底是终身保护 还是只有三个月的保护呢 其实这些都是要通过 日后更加广泛 更加时间长的临床试验 我们才能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 所以目前呢 有关这些报道 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看 但是看完之后 无论什么样的观点 大家没有必要太认真 因为疫苗的发展 只是一个开始的阶段 它还没有被正式授权 那么所以有些人觉得 打疫苗可能的副作用 或者是负面影响 比得这个新冠肺炎 还更加严重 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确实有些人得了新冠肺炎 他就是带病毒不发病啊 或者他就是一个轻症啊 对他身体没有太大伤害啊 而有些人得了新冠肺炎病毒 极端的可能突然倒下就死了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到底对我们有多大的伤害 那同样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 疫苗到底可以给我们造成 保护的同时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 比如说你注射完疫苗 三个月之后 你的抗体就所剩不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还觉得你有抗体 所以到处跑 感染了这个疫情 那这就是一种副作用 所以说啊 现在美国大概有30%的人 还没有打疫苗 他们当中有可能相当一部分 包括一些专业人士 包括一些医生 他们可能也一直拒绝打疫苗 这就令到病毒在美国的传播 恐怕很难彻底消除 就是我们经常看到 有很多人说 哎呀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清零 这个清零的状况 我个人认为 最起码在近期内 在今年甚至明年 都不可能出现 病毒伴随我们的生活 成为一种常态 这种说法 开始被大家慢慢接受了 最近中国不但是有31个省 也出现了这个大规模的检测 还有一定程度的封闭 其实中国现在也宣布 如果非紧急事态 已经停止了 这个中国护照签证和签发 那么这个所谓 中国护照签证和签发 指的是什么呢 我个人看了 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 我基本上觉得是 首先你今天要获得签证 去中国可能很难了 中国人获得签证出境 恐怕也很难了 再有就是你的护照过期 恐怕也不会给你办理延期 或者是更新护照了 这种情况会延续多久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的生活 以及经济来往 人员之间的来往 恐怕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还是处于这种状态 那么我们只能面对这个现实 在这种现实情况之下 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健康 希望有一天 疫苗能够告诉我们 到底它的保护力 有多长时间 它的保护范围有多大 以及新冠肺炎 如果真是再次出现在社区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有效的药物 去治疗这个病 我想这才是我们能够彻底 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根本 好了 今天我们相关的话题就聊在这里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 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 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